大家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罩烧秋刀鱼罐头 好,那我们先请小帮手帮我们把罐头拿起来一下 好,让我们稍微看一下整个罐头的样子 好,那我们在介绍这个罐头之前呢 请小帮手先帮我们讲罐头打开 好,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个罐头,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是罩烧秋刀鱼罐头 那它是高雄区农会生产的 那我们知道罐头呢 在台湾 也是很有名的 台湾对于罐头的制作方面 其实也是 蛮先进,蛮厉害的 罐头呢,对我们这些外出的油脂来说非常的合适 因为当你不想煮饭的时候 你就煮了稀饭就可以 来配罐头了 小帮手,请回座,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小帮手 夹出 当中的鱼肉,我们看一下 真的是秋刀鱼的样子 哇,很大块 真材实料 看一下,真材实料 好,请试吃一口看看 嗯,我已经听到那个 在嚼秋刀鱼的声音了 在嚼秋刀鱼的声音了 好,请问有照烧的味道吗 没有 有秋刀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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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咸吗 不会 不会很咸 不会很咸 嗯 还不错吃 小帮手说还蛮好吃的 好,那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 鱼罐头 那这好像也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买得到的 那我相信 各地农会应该可以买得到 那大家如果对秋刀鱼罐头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农会看一看 农会超市看一看 好,那我们今天也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大家收看